對他來說,Twitter可能是一個玩具 其實他隨便買另一個都可以 我就不會勉強去搏這隻 所以我自己也有罵Tesla八字頭的時候 我寧願選擇Tesla 始終是在故事上面的 也很炒的 我就犯不罪搞Twitter 好,不如說說Tesla 你八字頭買了 是的 你又很厲害 幸運的原因是 我買那天之後 他已經跟大家說,我已經沽了 我不再沽了 然後就回答上來 你看看你怎樣解讀 是的,他說自己不會沽 所以那一刻就抓到 我想很多人都問Tesla怎麼辦 高追了 我想每天 我就會跟一些朋友說 高追的一些 你每天說100次Tesla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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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sla是信念股 你難道真的看估值嗎 所以你有信念就買 你沒有信念就不要搞 Tesla其實真的不少看美股的朋友都會覺得低於1000元就是一個吸引的水平 可能會跌100元就又心動一次 是的 Tesla你的策略上,你會不會止虧? 你會不會賣?Tesla 我會的 其實沒有什麼便宜貨的 就是之前彭鋒年那些都沽了 近來也是炒上落 因為始終美股也是一樣 你美股說今年都是要炒上落的 很難強穩贏到最後 有些不同的 有些其他辦法是ok的 但你說主流的那些 只有1000元做一個分界線 炒上落去做 是,好 搞的 決定 股 這個 我 不是 有 我 有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